我办这个运动,各项运动比赛,办完了以后啊,第二年到第三年吧, 那么我就特别想到了,光社会主啊,参加都已经成人了。 那么我们怎么样子来加强这个青少年小朋友运动的机会, 那么我们就开始啊,助手啊,在筹备竞赛柜程里边, 我们增加了年龄不同的组约,也是先从篮球开始。 那么我们就分成十六岁以下,四十岁以下,四二岁以下,十岁以下。 那么增加这些组约啊,让很多青少年,特别是中文学校的,欢迎他们来参加。 我们这最老早参加的四个中文学校,一个是哈岗,一个是南湾,一个是尔湾,还有一个是西区。 这四个中文学校校长啊,来参加过这个运动会,带着小朋友啊,几乎是人人拿着金牌,金牌灯牌啊,开心得不得了。 也发现我们办这个运动会啊,经费很困难。 这个,我们的租借场地,买保险,各方面还是必须要用的。 那么这些中文学校啊,一小到这个情况之下,大家都很勇要。 这个中文学校占一千,每个学校都占一千美金啊,给我们啊,来办这个明年的,第二年的运动会。 所以说我们这个,有了这个中文学校热烈的支持,他们也帮我们宣扬这些小朋友开心得不得了。 不管是赛跑也好啊,这个跳高跳远啊,小朋友的兴趣都出来了,都还在问。 很多,每年到四月开运动会的时间,家长小朋友原定啊,都出外去旅行的。 但是这两天啊,统统留到洛杉矶,来参加运动会。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,把这个小朋友的兴趣啊,一年一年提高。 而中文学校一年一年的增加。 过去中文学校一润一润联合会的会长啊,来帮,协助我们啊,来办这个运动会。 那么,讲起来的话,在中文学校,已经制造了这个两号的运动风气。 特别是青少年,这个十五六岁这种,正在成长啊,交朋友。 有了运动会,他组织球队也好,跟别的学校的同学比赛也好,大家都互相认得了。 所以说,几乎是这个中学毕业了,大家升学到大学去了。 比如说到外州,一个大学里边啊,这个喜欢运动的,在那边一碰到互相认得,哎呀,就打招呼,变成好朋友。 所以说,在联谊方面,在这个也受到很好的效果。 大家无形之中啊,由于运动会啊,而叫了朋友。 这个也是,蛮值得称赞的一点。 。